我去线下用这手机号码去办理银行卡的时候相关业务 银行方面跟我说我的手机号码非我本人在使用 就是它匹配的信息并不是我个人去实名的一个信息 那是谁的信息 是我家里面就是家长的一个信息 我母亲的信息 丁先生告诉记者 十年前他母亲办了中国电信的亲情卡套餐 其中一张主卡他母亲用 两张副卡中的一张自己在用 当时他把身份证给营业厅的业务员进行了实名登记 最近在办理银行业务时被告知 这个电话号码的认证信息是他母亲的 信息不一致不能办 在网上进行签约时也被提醒 填写的姓名和手机号归属人 身份证信息不完全一致 电信给我的回复就是说 这种副卡现在叫做小户卡 实名认证他们是给我们做过的 我可以查我也查过了 确实是实名了 但是实际上现在对外使用啊 就是对生活上面的这种银行啊 这种经常会用到的这种注册账号网上面 他都是无法进行使用的 除非是他不需要去验证你这个手机信息的 丁先生向中国电信 100001服务热线发短信 查询这个号码的用户信息 把姓名和身份证号发送过去后 得到的回复是经核实 您回复的信息与登记信息一致 他说这表明自己的信息在中国电信这边是登记过的 可为什么有的银行查不到呢 我们根据国家的要求去进行一个实名的一个认证 但是实际上你又不把我们的实名认证跟这个手机卡绑在一起 那实名有什么意义 丁先生找到中国电信杭州武林广场营业厅 有位奖店长回应 丁先生这张卡不是在他们营业厅办理的 他们之前没有接到过用户有类似情况的反馈 关于客服人员的回复会去了解 目前会帮丁先生把这件事处理好 因为这个用户他的套餐是他母亲母亲的身份证办理的 然后用户只是套餐里面一招付卡的小户名 那么像我们这边的话用户的信息 那么凭机组身份证元件的话 在营业厅是可以进行一个查询的 我们刚才也帮他打了客服 那客服也是把这个情况了解以后 表示会给他反映上去 然后会联系他处理的 蒋厅长解释 亲情卡套餐是丁先生母亲办理的 套餐内的三个电话号码户名都是蒋先生的母亲 不过现在对于电话卡的使用者需要实名登记 丁先生用了其中一个号码 当时进行了实名登记 所以1001服务热线能核查到相关信息 目前他们可以帮丁先生把这张卡独立出来 过户到他的名下 就是说可以把他的那个号码过户到他的名下 然后他还是可以共享他原来母亲这个套餐的内容的 是不是这种必须要独立过户才能够 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边应该我们之前像这个农行啊 工行建行招行 都是可以就是通过用户的信息 核验一致的情况下都是可以直接办理的 是不需要做任何手续的 丁先生表示 这么说来自己之前实名所取得的小户名 只能证明自己使用了这个号码 并不是号码的户主 现场他办理了过户手续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一位吴经理后来补充 他们在系统中查到丁先生这个号码是2018年8月入网的 丁先生2021年9月办理了小户名业务 之前公司层面接到过类似反馈 会让号码使用者通过短信验证的方式 向第三方展示验证结果 去年7月推出了不同用户名可受理同一套餐的业务 也就是给丁先生提供的这种过户方案 记者再次联系了丁先生 他表示电话卡是母亲十年前办的 那时候他还在上大学 也就是给丁先生提供的丁先生 丁先生